那好啦,這一期就繼續延伸上一期的系列 都是災根波系列的 裏面的,這個是蒙面超人 不是蒙面超人,那叫什麼? 薩雅超人,我經常記得蒙面超人 這個阿聖被這個死人蒙面超人洗夠了路 那本體才拿開 那這一盒就是發售一期 有寫2019年,若望現在19、20、21、22 四年前產物,究竟我做到怎樣? 那數看都是國際慣例2.0 那這東西其實是屬於奇葩的東西 如果不是說十賓有,其實沒什麼必要買 我個人覺得這東西做得其實一般般 不算十賓完美 但是可以買來一般版 那配件方面就有24、6、8隻手 那頭雕方面它這次就很出奇 真是很出奇,它是給了3個 我個人覺得是蠻漂亮的 那它也有一定的賣點 我稍後再告訴你們 是什麼賣點 我先把配件拿出來 因為配件真的有一點多 它的配件所謂多 並不是多在它的本體 而是多在手型方面 好啦 那來看看 先看看 我最討厭的就是手型方面 就是 開掌、拳頭、嘰嘰嘰嘰嘰那些 那它又配一個這樣的 擺放居滑口 即是擺放居滑的 Erfolg 不要大,我要給大家看看 那這個是這個 這個 還有一隻剃換外面 這一隻分 viu 這隻剃換手 大家好奇是有什麼 Student 就是它這個,替換武手錶的手型 基本上就是這樣 本體就先稍後跟大家玩 我們來看看樣貌 樣貌方面,它有黑髮 然後有超細 我個人覺得頭部做得很漂亮 我沒有研究過,但應該是共通的 可以拿超細悟空的數體裝進去 還有這個,我覺得是這個版本的賣點 它有配這隻角 它怕你本體這隻角,玩斷 所以它有多配一隻角 這一點是良心中的良心 這隻角是裝在哪裏呢 我若果沒有記錯應該在後面 大家看不看到披風這裡 裝在後面 那我們來玩本體 本體方面基本上是2.0數體 沒有任何特色的 披風這些位置存在原膠 所以不會防礙得很誇張 就是這樣 龍珠系列就近期比較期待 他年尾出的那隻C路1.0 不是C路1.0 是第一形態 那隻我估計應該都會炒到 阿媽都不認得 那我們來看看可洞 這隻不犯的可洞 手的可洞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隻腳的可洞 這裏都是用球形加波裝 這裏就是這樣 黑色是燒光來的 綠色也是燒光 這裏我覺得很漂亮 這裏的頭盔 藍色這些位置 撇除層之外 藍色這些位置是電到藍 是亮光來的 這裏我覺得做得很好 那我就和大家換頭玩一玩 頭是非常之容易拔出來的 那我個人覺得呢 你們喜歡用哪個頭都可以 我先看看 嘩好難插 算了 我不安裝那個超西頭 我安裝他的普通彈頸 算了 因為插到他的手都出血 好了 裝了之後就是這樣的 個人覺得是很傻子 但是,這隻東西都 有沒有收藏的價值 就自己用了 我個人是貪便宜的,好像是四十幾元買,四十幾元美金 披風只是可以前後移動,不能左右移動 我們的視頻就到這裏了,下期再見 喜歡我的視頻請訂閱我的頻道,我是未來,下期再見,拜拜